6月21日,在德克萨斯州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上,德州公共安全部主任史蒂夫·麦克劳表示,警方本可以在三分钟内阻止罗布小学的大规模枪击事件,他们的反应是赤裸裸的失败。 他说,在嫌疑人进入事发建筑三分钟后,有足够数量的穿戴防弹衣的武装人员到达,可以引开并制服该嫌疑人。 然而,现场指挥官等待额外武器及教室钥匙,阻止警察进入有学生被困的111教室和112教室。 事发教室的门实际上无法从里面上锁,但是在等待时间内,警察甚至没有检查门是不是可以打开。 麦克劳作证说,在录像中,他从未看到有人在钥匙到达之前将手放在门上。 此外,麦克劳说,警察和警长的无线电设备在学校内无法正常使用,现场只有部分巡逻人员的无线电设备可以使用,但是通话并不顺畅。 6月20日,美国财政部长伊伦表示,美国正在与加拿大等盟国就如何限制俄罗斯食用出口价格进行谈判,以进一步限制俄罗斯能源收入。 据悉,目前,美国、加拿大等国家已经禁止进口俄罗斯食油,欧盟已同意在6个月内禁止从海上进口俄罗斯原油。 此外,欧盟还与包括英国在内的七国集团一些成员国协调,禁止向世界任何地方运送俄罗斯食油所需的保险服务。 另一方面,加州众议会议长安东尼·兰登20日宣布成立一个两党委员会,来调查汽油价格的欺诈行为,以了解为什么加州的汽油价格一直是全美最高的。 截至周一,加州每加轮的平均价格为6.40美元,而全国平均价格为4.98美元。 不过,共和党人嘲笑这项调查,将加州创纪录的高油价归咎于民主党人。 因为,他们拒绝向其他州为控制成本所做的那样,暂时停止对汽油征税。 但是,民主党人表示,他们担心暂停征收汽油税只会使大型石油公司受益。 据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数据,在加州销售的每加轮汽油中,州、地方和联邦税收占85美分,而原油、分销、营销和利润的成本占其他一切。 但加州监管机构2019年的一项审查显示,大型石油公司误导和多收客户每加轮一美元,导致加州司机在5年内比其他州多支付116亿美元。 Uber 6月21日宣布,因新冠疫情而暂停了两年多之后的拼车服务,在纽约市、洛杉矶、芝加哥、旧金山、凤凰城、圣地亚哥、波特兰、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匹兹堡重新推出。 Uber 称,选择拼车的乘客将获得预付折扣,如果他们在路上与另一位乘客同乘,可以获得高达20%的总车费折扣。 Uber 将拼车服务的乘客数量限制为两人。 Uber 还承诺,拼车乘客到达的时间不会比个人独自打车晚8分钟以上。 并表示,今年夏天还会在更多城市退出。 加州参议院议长托尼 G. 阿特金斯提议设立一个10亿美元的基金,帮助首次购房者支付首付。 这个提议被称为加州全民梦。 该计划将为首套住房的购买价格提供17%的补贴,从而无需支付大笔首付,甚至可能涵盖购房者的全部首付。 一旦购房者再融资或出售房屋,国家将获得房屋价值的17%份额的补偿。 6月20日,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包含该提案的预算,但仍在与州长纽森就最终支出计划进行谈判。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20日在被问及两名在乌克兰被俘的美籍共用兵是否会面临死刑时表示,这取决于调查结果。 他称,两名被俘人员在乌克兰参与了非法活动,向俄罗斯军队开火,危及俄军人生命安全。 两人将面临法庭裁决,应该受到惩罚。 他还强调,两人不太可能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,因为他们不属于乌克兰正规军。 被俘的两人均为美国退伍军人。 6月15日,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·科比回应称,无法证实两人被俘的相关报道。 他还表示,乌克兰是战区而非美国人的旅行地,呼吁民众不要前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